嗨,大家好,我是阿妹妹 最近几年超商都流行烤地瓜 我家的孩子们也都非常喜欢吃烤地瓜 我想说既然他们那么喜欢吃烤地瓜 为什么我不要来自己做呢? 于是前几天我就去买了几条地瓜回来 就用我们家那个大烤箱去烤 结果烤了快两个钟头 都烤得不均匀 而且还把我家的大烤箱烤坏了 于是我就想说 是不是有什么烤具可以去烤地瓜这种东西 于是我就去找 还终于让我找到了 就是桌上这个锅子 它这个锅子就叫做红薯锅 如果各位去淘宝找的话 就会发现有很多这种锅具 就叫做红薯锅 它是有大中小的尺寸 那目前我买的是第二代 那时候有第一代第二代 我买第二代 第二代的就是说 它这个盖子上面有多了这个气孔 然后还有它两边的这个把手 有变得比较让你比较好提 比较不容易滑脱 然后我们打开内部看一下 然后它的这个孔镜 它有变比较宽也比较高 然后这个这个凸点就是说让你比较好怎么讲 比较好脱 比较不会沾黏 然后底部它也有真厚 然后整个整个重量多少呢 各位有6公斤很重哦 很非常的重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烤地瓜 首先我们就是要 把我们准备的地瓜把它洗干净 然后就可以开始来弄了 把它打开 我们可以在这底部放上铝箔子 到时候比较好清洗 那我这边有先准备好这个铝箔子 好就这样 好我们就把我洗好的地瓜放上去 我今天是只有准备4条 你可以尽量把 那我就把它盖起来 然后我们就把它端到瓦斯炉上 用大火给它烤个10分钟 因为它这个锅子很重 它这个就应该具有非常好的保热效果 不像我们一般的烤箱的话 因为铁皮比较薄 所以比较没有办法达到保热效果那么好 那我们现在就等它烧个10分钟再回来看 现在已经过了10分钟 我现在把它调小火 调了小火我们再给它烤个50分钟再回来看 现在已经过了50分钟 已经烤好了 我把火先关掉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锅盖掀开 先把它提到旁边去 来 各位看 烤好了 香喷喷的烤地瓜就好了 我们夹一个出来看看 我们夹一个出来看看 来 各位看一下 看 摸摸 这样我用这夹子去碰 感觉软软的 皮是脆脆的 应该现在应该是很烫 我们把它弄开来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熟了 我们拿刀子切 比较好切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热腾腾的 好 里面已经完全熟了 而且水分还保存着 所以不会吃起来 应该吃起来不会干干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完全熟了 热腾腾的烤地瓜就好了 我来吃吃看 烫哦 嗯 好好吃哦 软绵绵的 香喷喷的 不输在外面超常买的 我再吃一口 很好吃 自己在家里烤地瓜 也是不错的 那这个锅子 是蛮具有那个保热效果 然后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买一个 来做做看 这整个外观色泽都蛮漂亮的 这整个外观色泽都蛮漂亮的 对 各位都 而且都有熟 那因为这个 后来那个小火 那个烤五十分钟 那也要看各位的那个 食材的多寡 那个时间 就大家要斟酌去调整 目前我这个用个五十分钟 就完全熟了 而且水分也没有善失 那既然小孩子这么喜欢吃烤地瓜 我在家里这样烤也是很不错 随时都可以吃的到烤地瓜 那希望各位喜欢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 也别忘了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 拜拜 拜拜